将会选出下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 今天是举行选举的 投票还有三个钟就结束了 投票率已经打破历界纪录 先看看最新的投票率 截至下午6点半有7万5千人投了票 投票率百分之32.61 比上届同一时段高出14个百分点 并且已经比上届的全日投票率高了5个百分点 是历界选委会选举投票率最高的一次 总计由今早投票开始 投票率一直都比上届高 组段更加高出一倍有多 多个专业界别投票都比上届踊跃 其中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 以及会计界等 多个以专业人士为主的界别 投票率都比上届高十几个百分点 竞争最激烈的卫生服务界 有23.73%选民投了票 上届同一时段只有单位数 杨安琪在侄如冲一个票站 入夜之后多不多人来投票 则如冲入夜之后 明显比下午的时间多了人来投票 不少投票的人都是手头续 说是第一次在选委会选举投票 有选民就希望选委可以选到一个 帮香港人发声的特首 也有人表明不会支持激进派 由施乐秋讲下 投票率全日一直高企 这个只有23万合资格选民的选举 今次又不少人是第一次参与 现在觉得自己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少 所以我今次也特意觉得一定要来投票 希望可以尽一些魅力 想自己选的人可以去选特首 立场更重要 选举前两天 特首梁振英宣布不会连任 新特首是谁就取决于 这一天选出来的1200人 只是代表北京的看法就没意思了 我想做香港特首最重要都是 在香港人的立场去发表意见 香港最需要的是繁明稳定 不是那些激进派分之地搞搞进 我是选一个人 我不知道他究竟选谁 这件事是很不高兴的 我会选一些他会觉得 对香港的政制 对香港的撕裂方面 是有改变的人 选官会主席冯华尊氏票站的时候就说 留意到有些票站有人弄 但运作暢信 关系时刻 寄紧投票 泛民主派就认为投票率虽然高 但未必直接令他们受惠 千万不要只看投票率 就以为我们可以 因为其实很大机会 仍然有很多潜在的建制票员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担心的 有建制派名单说 梁振英的决定对选举没有大影响 天下父母心 我想CY这次的决定 我们都很理解的 1200人的选委会实际上差几个 在当然选委里面 立法会议员有两个 因为宣誓无效被取消资格 有三个就身兼人大而身份重叠 而在没有竞争的进出口界 有一个人在提名期之后 才知道不是选民不能参选 实际上选委会只有1194人 有线电视记者施乐秋布导 全港共有110个票站 给这23万个选民投票 扣除了自动当选和一些当然委员之后 全港有1200几个候选人 就经逐25个界变入面700几个议席 今晚投票时间会去到10点半 我们会在这儿跟进住 有学者说分民主派主公的多个专业界别 投票率都飙升对泛民选情有利 有机会达到拿300值的目标 升得不是特别高的 可能是教育、社工、法律等等 都是以往其实他们一些选情上面 比较占优的 反而有很多上一届的选情 未必选得特别好 今届的投票就飙升得很厉害 例如会计等等 如果我们关乎九月功能组别的选情 见到泛民在那些组别里面大胜 现在投票率高我相信绝对对他们有利的 北京就可能要考虑 他手上的组织票、贴票 足不足以能够令到他派出一些候选人 是运胜的 还是要派一些候选人不单只基本盘 还要争取一些中间政治光谱的人 好